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大众请合掌 虽为一起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学修医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我今如历欲学行,余切相应实相意 弥勒照论我所依,以释法应应之皆 愿诸大德圣志人,一心守护清静心 我今见闻得受此,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掌 各位记者,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今天是我开始复课的第三次 第一次我们讲三个道次 白板上大概略说两个 其实只有讲一个半 今天会接第一次课的道次的第二段 修处所的这一段 那么第二次呢 我就直接跳到了教导安班念 一方面在余切斯德勒生文第卷27的一段 安班念所缘的七句译 一方面是把提早安班念的教学 早一点跟各位报告 让各位比较长时间的去做 预习 其实虽然也算是尽力讲 但是就实修上来讲还是略 还是略说 你们就自己慢慢慢慢慢慢的跟上来 尤其是我在上节课最后要谈的 那个绝造的层次 那个都是实修的经验 那不是我说了你就做得到 不是轻视你们 而是要确定 你做得到要在透过小餐的过程当中 跟禅和尚 当面小餐做确认 这个就留给密集禅修 或者是 就是 适当的机缘再来谈 那我为什么会 从道次直接穿插进去 说明七句译的安班念所缘呢 实在是想 代替说明 修音源的第一段 文政法圆满 我们从 意念生圆满开始 其实就是以 发心为了要追求 解脱 制正涅槃 而去文师 正法 也开始慢慢累积 也开始慢慢累积 依着正法修学解除道的决定意志 所以我们的思维俠满 其实全文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在第一次讲 第一次讲课的时候呢 就曾经把广论所造的这个 射颂 我们称为叫射颂 射的意思是 提手旁的那个射 是射影的射吗 是哈 就是射影的射 那射的意思就是整理 把广论对于意念生圆满的教学 做一个大要 略要的整理 然后呢 依照中国人 记忆的习惯 通常就会把它依着道次 依着升起的次第 编成五个字一句 或七个字一句 四句是一个寄颂 然后累积一些寄颂 方便记忆 这个事情在 各位如果学长有 学习杂涵 杂涵经里面呢 每十经都会有个射颂 同样的道理 大概是中国典籍当中 读解杂涵经最早的一部 本母论 就是于切师弟论 它里面呢 也安排了射颂 就是论的射颂 对照 杂涵经 就是一段文一段文做 广分别的注解 那这些射颂所谓者何 这射颂的目的就是要方便记忆 乃至于现在南传国家 最典型的就是斯里兰卡 然后缅甸 虽然他是用缅甸文拼音的巴黎文 但是他们还是用巴黎文杖 去做背诵 而且要通过考试 而且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有三藏都能够完全背诵的人 所谓三藏是指金律论 当然论不是指所有的论 是指被指定的论 所以你可以发现 其实在完整的修学过程当中 记忆 记忆力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可是到了中国佛教也不晓得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浩简吧 所以就不重视记忆 那记忆是有方法的 墨学从舌达生论 射诵的一些学习 就是从古以来 很多的古文经论 都是用射诵帮助你记忆 那有些射诵在开展广分别的名项 那至于广分别的名项 你们手上都会有教材 你们就根据教材 请注意 如果你事先知道大约这个课 这个礼拜会进什么进度 你就能够做一些预习 课后应该要根据这堂课所进的涵盖的范畴 进行那个范畴内的复习 这个工作就是我今天要特别引用论文 来跟各位说的 可是要要求各位在听学的角度做好这些事儿 好像都是老生常谈 老师会讲 但是学生并不见得会照做 昨天就有一个学生传一个 网路上的贴图给我 上面的贴图上的文字 内容字 其中考考过了 总是要有个方法让老师知道你教的并不是太好 我初初一看还不晓得这个贴图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如果老师教的好 大家应该其中考成绩会不错 所以其中考刚刚过了 老师你就知道了 从分数上就知道你教的其实不是太好 所以要让听学者上路学习好 必须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教学者 所以在四处七支的第二处修处所 总共在这一处当中有三支 第一支就是所谓的文正法圆满 既然修处所那一支就是要去意念什么 我今生为人 不要说今生 此时此刻 我是人 而且就在这个场地 学习于切实地论 那么我的意根看来不错 听得都明白 明白明白以后都能够依所教去做去行 然后朝向老师所教的 相信四地的实相 知道他能够断烦恼的功德 而相信我能一切众生只要依这次地而入 大家都也能成就 二所听闻的四地教法是透过佛出世 为比丘所法 然后呢 红中眼教的圣地子们辗转传交至今 到现在为止都还要依着四地正法修学的圣人 对吧 然后呢 又有人愿意悲悯地教导于我 乃至于我的福报以及很多的贵人 支助我 护佑我 让我能够维持一个清净心 在正法上继续修学 以上我不必具备的 就是当你的一念心生起来 当你在念我们的学修义的时候呢 那个心情就随着闻了 满满的带起你的觉寿 请注意 我们学佛不是要做一个冷酷无情 客观的意思并不是没有觉寿 客观的意思是不要争议无中生有的觉寿 不要把死有的聚生寿都否认掉 要去认清楚这个聚生寿带给你的意义 然后于衷生起端正的想法 那由端正的想法进入正法要的思维 由正法要的思维呢 防止烦恼生 乃至于在烦恼扰动的状况底下呢 不被欺负 不会在夜上造夜 你看以上拉拉早早这些东西 怎么放在我脑袋刮的呢 你说记忆也是 它是通过记忆的过程 那记忆是要有方法的 那从记忆消归 就是消化了以后 它要变成你促进逢源的如理作意思维 那很多人就对思维这件事情不太明白 尤其是我们今天也会谈到思维 思维并不是想韵 想韵有很多种 其中有一种是佛法最不喜欢的 就是独头妄想 什么叫独头妄想 就是不贴着你的现观对境 依着你阿拉耶色当中杂染的种子 水平联想 乃至于那无厘头的乱想一通 这个东西是要被制止的 因为这东西不是心的正轨 它会令心扰动 而且容易推动三叶造恶 让你的身心更不稳定 但是因为思想跟所谓的思维这件事情 就是想韵的造作 想韵随着的造作跟思维 对我们现在名词来讲 动词来讲好像是同一词 那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其实思的意思就是 就是造作的意思 就是行韵的意思 当你在造作前必是意为限 所以你必须要绝照你的意 必须要绝照你的意 那你有一个选择权 所以思维的意思就是 保有你对境造业的那个选择权 就是你要 你既然对这个选择权是有 是有自主的 是有觉察之后的选择权 那么你对于造业以后就要负责人 是不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知道那是恶业 那是染污业 那你故思而造业 那你就要受那个罪 逃不掉的 对不对 如果你是无意造业 还是罪 但是是轻罪 那轻罪累积了就变成一种业的习气 这些都是你观照的内容 所以思维在先必须要有观察会 由观察会加上文师的正念 文师所成就的正念 对境界产生两种圣洁 哪两种圣洁 很多人就把圣洁这个名词 就当作是成见 圣洁就是圣力的圣 理解的洁 所谓的圣洁 对它有成见的意思 可是圣洁真正的意思 是在佛法里面 是两种圣洁 一种是对生死的过患 起一种决定义的思所成会 你决定信解生死是有过患的 但是因为余中有乐 你还追求如意的后友 所以这件对于生死过患的圣洁 不见得一切实处都会发生的 也就是经常你会忘失这个正念 第二个 你必须对于捏盘的功德 也要有决定的圣洁 这个圣洁也是一种思所成智 是一种决定的意志 所谓的智的意思就是意志 它虽然是智慧 智慧的意思是表示 是经过你的绝照之后 产生出来的抉择 对境界的抉择 而这个抉择是依于文思所成就的正念 所说对境如理作意之后 推动出来的一种对于念想的抉择 抉择会 因为这个抉择会 所以你才能够在烦恼扰动的 因缘相续当中 不被细腹造业 那以至于渐渐渐渐清净以后呢 烦恼的念想不生了 所谓的无生就是烦恼不生 这是解脱道的两个关键 所以你如果认识思维如是 你就知道这思维是需要学习的 因为我们很久没人教了 乃至于我们台湾的教育搞到现在 经过很多次教改了 可是改了半天 只有少数几位老师还懂得怎么教 其实多数的老师都还是刻板的 包括佛教的老师在内 尤其是佛教的老师 所以我上个礼拜就先示范 怎么把安班念所缘的七句意 这七句意老师讲 过去被讲学多半都是属于定义 被讲学生定义概念 因为他是讲安班念所缘的志向 就是他的形象的内容 大家学学就算了 不晓得所有明句文的定义 看起来像定义的东西 其实都是圣人透过直观的经验之后 描述他的检验 教导我们依着方式 依着那个方式观察 然后圣洁 然后舍离那些争议出来的 或者是减损掉的错误的思维方式 所以观察法的志向都在学习 如理作义思维的过程 所以文所成会已经在学习 已经在学习 指观所需要的智慧 不是听完之后 听了之后 世所成会不见了成就 不要说修所成会了 那修的时候又完全一逃 我说佛学的法相分析 我说佛学的法相分析 一条路 一条路呢 没有念没有想的禅修 我就怎么问老师我就不懂 那种佛学的法相分析 跟没有念想的禅修 两者是怎么搭上关系的 他说你禅修得定之后 定中就自然会发慧了 我说 我说幻罗咧 怎么可能呢 佛法讲因缘法 无因无缘 你会与定心终生会 定心终生会 定心终生会在于切诗 都能讲了一百卷 定心终生会是无中生有的 不对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如果不解决 佛教这么一个不同于其他宗教 其实它不是宗教 可以是宗教 但不是宗教的 就会被搞成跟其他宗教一样 有所谓的方式 祭司 某些佛教 某些学者 口中所讲述的 就像我在马来西亚 曾经有四年建藏在那边 我就看到奇怪的回照图 怎么那么乱 那回照的经典 把它请来看看 结果马来西亚 有人把它翻译成很好 而且文字非常美的可兰经 我就请了一部可兰经的中文本 读过以后 就发觉 然后也到他们的教堂 去听那些 听那些 祭司在讲解可兰经 就发觉胡说八道 问题是他们还要求 你知道马来西亚人是看不懂 看不懂可兰经的原文 所以他们在上教堂的时候拿的是那些原文 他们会念 可是不懂其意 意思完全要依什么 那些方式 就是那些祭司去做讲解 因此他们才会有那么多教派 号称唯有一部圣经的圣经也是一样 唯有一部 我只有一部 可是只有一部 一中各表 对不对 一个圣经各自表述 那解释也是一塌糊涂 所以其实他们最后依的 对 都是依内部圣经 但是都是依着各自的解释 注解书 佛教 佛教 佛教连经都不只有一本 何况注解书 再加上禅修 完全跟注解书 以及经文里面的学习 教导 完全无关 禅修完全是独立于经论的内容 尤其在汉传佛教 这个问题严重 所以 当我02年听到妙运长老教导 一些事对了以后 对这件事情就特别有 自以为是的使命感 就是至少要把自己脑 来给我搞清楚 对吧 我在学什么佛 怎么学佛 所以 你发现最后 长老他就交代了修所成帝 就是卷二十这一品文 我反复读 我发觉这个文有问题 这个文怎么样跟其他的 其他的各卷 我们讲本地分 以五十卷来看 这一卷不过是五十卷当中的一卷 那这一卷怎么样总设其他的几卷 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 也花了大概将近快二十年 不断地学习 有人说我学习过几次了 已经算不了次 不过真的后来发现 长老的抉择 修所成帝是对的 但是修所成帝的论文 怎么样去操作 不能 妙老已经往生十四年了 我们还继续停留在文具意义的白话解释 我觉得这就有点愧对前人 了解他的文具意义之后 比如说我就指示 你们去哪里 就开门 那这里是个动词的指示词 对不对 可是你把动词指示词完全变成名词 把它翻译成白话 我说这已经这么白话了 你还怎么白话 然后读完修所成帝之后 读了一些文具意义的白话解释 结果也不照做 我就叫你去那边开门就可以出门了 就可以出 假定这是三界好了 这个就可以出三界了 你也不照做 对不对 学了修所成帝也出不了三界 得不了三抹地 问题就在这儿 但是我看到 我们这些学习有些是论的问题 再加上它的文具很多 这就是问题 所以我上礼拜考虑过 文正法圆满这一颗要怎么解释 文正法圆满这一颗 我今天特别把圆文 那圆文很长 都在你们的教材当中 等一下会指出篇章的位置 那我的方法 就是用扎函写射诵的方式 把那段重点 编起五个字一句的设诵 最后呢 全部的设诵就可以用五个字一句 四句一个记子 这样去把它背诵起来 那背诵道次 背诵这些设诵的目的 请各位记下来 两件事 第一个 透过审查你现在身心的状态 判别你现在在道次当中的位置 这是第一件事情 透过审查你当下现前身心的状态 审查你在道次当中的位置 所以你要记忆道次的设诵 目的在哪里 就是这个 我们说要保持五蕴生灭的现观 现观什么 现观你现在身心造作生灭的状态 而这个状态总有个对照吧 这个对照就是修所成定乃至于 很多道次文章里面 文句义里面所要说明的意思 因为他都在描述 五蕴生灭的某一种朝向捏盘完成的过程 不同的状态 因此你可以透过你自己现观 你当下五蕴的状态 判别依据道次的设诵 判别你在这个道次当中的位置 是吧 好 第二件事情 由这个判别呢 来看 在这个道次之前的质量 以及障碍 你质量具足了没有 障碍克服了没有 如果质量不具足你要去补它 如果障碍没有超越 你要修法去对治它 日常法师就称这叫集资进账 这个东西是重要的 你要判别你的道次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之前所要求的质量 你具足了没有 障碍超越了没有 经常去观察 经常去观察 而对于你将要入的那个step 那个步骤 所需要做的前行 你具备了没有 所需要 准备的文师正念的善根 你熟练了没有 以及将会遇到什么困难 你心里准备准备了没有 你有没有方法去对待它 所以道次是一个平常就要审查你身心状态 跟佛所教的正法的道次第 因为我们等一下就会谈了 为什么你要依这个道次第 因为这个道次第是以捏盘为上手 就是以捏盘为究竟解脱的目标 所设下来 从你现在一个闪心位的生死流转凡夫 怎么样慢慢慢慢 透过现观你的身心 慢慢做有智慧的抉择的回应 朝向捏盘为上手 以这个为目标 成熟你解脱的智慧的过程 也就是文正法圆满后面的两字 以捏盘为上手 成熟解脱会 所以你文正法圆满的文正法是什么东西 你选择一个所缘 在道次里面正确的修作义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啊 依着道次选择一个所缘 那道次就给各位了嘛 道次我们总道次就是余协士丢论的卷二十 四出七支嘛 对不对 他可以对照修三魔地的道次 他可以对照再进一步 入世家行为的为士官的道次 这个道次明白了 你就可以做刚才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来 讲给我听 现关你当下的身心是处在道次的什么 什么位置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 判别你在这个道次之前的质量聚足了没有 障碍 对质了没有 即将要进入的步骤怎么样呢 需要哪些前行 该有哪些观念 你到底有没有熟练 对不对 所以 一个已经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已经升起决定 决定思 思所成会 就是已经入了决定意 得了思所成志的人 他的身心状态 所以这种人他 当然也可能会继续来跟着老师学习 可是他即便闭关都无所谓 因为他整个的道次 所缘跟修作意的方法 家型的很多问题的怎么样排除 他都明白了 所以当初 长老在法院禅学院就跟常驻法师讲 你只要懂两件事情 我就可以放飞你们了 哪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要懂得道次 透过道次来判断你的身心状态 第二个 懂得找方法排除你的问题 你如果懂这两件事情呢 他说他就可以放飞了 然后就在2004年 我还记得那是几月啊 二月底 哎呀我听到一个学长跟我讲 长老说本来那一年他要在美国闭关 结果他居然来台湾了 我就赶去山德市 在山德市的小木屋见他 见他之后呢 他没两句话呢 他就跟我讲 哎呀我看啊 我看嘛 他就会送他 对他们拥断的 他就可以尽量了 这次的老师 那我看一圈 对我呢 对我看一圈 我看一圈 他是怎么学长的 藏住弟子最大的期待 然後他四月就四集往上聊 然後在他來台灣的過程當中 真的也不曉得突然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這些做弟子的真的是錯過了很多 但是所信呢 如涅槃經所說的 佛說他該講的都講了嘛 他在與不在你們這些弟子該做的都知道了嘛 因此他在不在其實就已經 他即便不在就跟他在的時候一模一樣了嘛 就是弟子們你們該不該去做了 只有問題而已 所以這些東西是不是經常在你思維狹滿的內容 如果你這些思維狹滿確實都每天做到位 你的解脫的那個出離心確實都這樣子 哎呀每天去這樣子 溫火慢燉 把你的身心帶到我們所謂的世家行為的軟胃 軟胃就是不需要他慮 不需要其他的外緣逼著你 你的身心就會入失所層次 決定解脫的一種身心狀態 軟胃就是這個意思 你的身心已經達到一種具足解脫的一種最起碼的 火爐已經不會熄火的狀態 我們稱這種狀態就是上路 對不對 然後一直不斷的追頂 然後到世間第一位 剩兩星最後見到 這個東西就是學問的東西了 先不談 所以追求到軟胃 追求到你不需要他慮 不需要別人的逼迫你自己可以上路 你懂方法就跟懂道次一樣 對不對 知道怎麼排除困難 你就隨時可以上路 法真的不是太多 剩下你還是可以隨著詩學 在道場裡面聞詩 那些東西都是護詞道場的過程 當然聞詩這些東西都是幫助你 有機會為別人說 廣為他人說的時候的一些資料 都是好的 更甚者 菩薩道講究的是世間圓滿的意樂 就是讓世間願意得樂的意樂 你也有後的志去幫他圓滿掉 這些都可以做 以上我所講的 都不是我講給你們 現在懂了就算了 是應該你們平常 我不曉得你們會有 這樣的一個機會去審查 我的生命為何 對不對 我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 那你現在生活的使命感 是什麼 我不曉得你們會不會去講這個東西 至少你對勁 因為你如果生命沒有這些意義 你可能就會隨波逐浪 然後得過且過 其實整個生命的動力是不充分 是不充分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屬於世間悉談 就是幫助你維持在這個苦難的世間 還維持一個有解脫的意樂 一直不斷給自己困難找方法解決 錯誤能夠觀察失敗的原因 不斷地尋求超越的一個過程 所以佛教的生命是這樣積極的 而不是每天都在跑亞修對白的宗教形式 那些宗教形式我覺得是一個共修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可是不是只有那樣 不是只有那樣 所以我上個禮拜就講了 那我怎麼樣去示範正文法 當我要再要求你們做一個聽學上路的弟子之前 我必須先示範一個教學者 我也是學習做教學的人 因為余切師跟著教兩種的人 教余切師 教余切道的人 教余切道 教余切子官的老師怎麼教 還教一個要求余切子官的人怎麼學 所以去認識如何教如何學 那我在這邊呢 我除了自己還要繼續學習如何學之外 我在這邊也獲得了如何教 因此我就依據七句義如何教 因為你只要不停在七句義的文字上面 你只要往後頭走 你就知道原來他要那樣操作的 你就把那個操作的過程 在講解文句義的時候說明給大家 說明給大家 這個就叫做正說法 那在正說法的論文當中呢 有兩項要求說法者必須要做到 第一件事情 隨順 隨順就是你自己不要當愛迪生 發明很多法項 不需要了 因為你只要把經論裡面的法項講清楚 說明白 文句的男字詞是需要註解的 可是不能只停留在註解 你還必須要告訴你 怎麼樣去施責 施責其義 修習得利 施責其義的意思就是 去施變 做不做 或者選擇別的選項 會有什麼勝利 會有什麼好處 會有什麼壞處 然後經過這樣之後呢 可以產生一種抉擇的智慧 經常對這個靜相應的選擇相的時候呢 你就會選擇相與解脫 吻合捏盤的那種動機 去轉變 這個就是隨順 第二個 你自己修行的時候呢 操作止觀的那個方便 以及那個時候會出現什麼樣子的身心狀態 你透過這樣去做分享 所以因此呢 交給正說法者有第二個訓斥詞 就是無染污 無染污一個對說法者非常重要的訓斥呢 就是你不要嘗試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增上源 讓你在說法的過程當中 附送你的心得 對不對 因為這些東西不是你的財產 是你的過程 你把過程報告給大家 讓大家來監督你修行嘛 這本來就是一個可以的方法 對不對 不要命令你的教法 教法沒有什麼好命令的 所以我就用上個禮拜那樣子一堂課 三個單元的時間呢 就把七聚義的安班念所緣 請注意不要以為只有那三個小時 講完了你們就懂啊 你們要不斷的去操作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進一步講 正文法要遠離四個心態 也就是你們 你們要想方法 不讓以下這四種心所發生 你要遠離哪四種心所呢 第一件事情叫做 驕傲 驕傲就是少聞喜足 滿足於你現在已經會的狀態 我們從雜汗經上看 弟子之間的對談 就談到了說 我如果是異生畏 就是還是繁複的狀態 我怎麼樣成就預留果 那從預留果怎麼樣變成二果 怎麼變成三果 怎麼變成四果阿羅漢 最後那個師兄弟之經還問到一句話 那阿羅漢 到阿羅漢的時候呢 他怎麼 他怎麼生活 他說他還繼續這樣思維 因為他把這種思維 已經變成一種憲法樂助的身心習慣 所以有什麼好以少聞喜足的東西呢 沒有 遠離這個驕傲 這個遠離驕傲這件事情呢 講聲了 就是大乘波爾金裡面所講的 以無所得條煉其行 其實講 這東西不過就是沒有煩惱 解脫煩惱的欺負而已 你沒有得什麼 所以你沒有在你的生命特質當中 增加什麼 讓你覺得有什麼好了不起的 對不對 如果有可以學習的 而且那些東西又對於世間的圓滿有幫助 你何樂而不肯學習呢 而且人家願意教你 所以絕對不要少聞喜足 遠離驕傲的身心狀態 第一個 第二個 看不起說法者 挑說法者的毛病 這說法者有口音 這說法者有了口過 有了口過你就跟他講啊 他就會改嘛 他就會改 這些東西就是要遠離輕蔑心 因為我們來 雖然有上下之別 但是大家都是同修的情依 所以應該要互相提息的 那人家願意跟你回饋 老實講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他就會改善意 他就會改善意 就是你已经具备有学习的心态 三人行必有老 必有我是 你可以从这些日常生活的境遇当中 得到抉择会练习的机会 所以无处不是你教学的课题 所以你要远离轻蔑 所以为什么你觉得没什么好学的 就是因为你轻蔑 你看不起 那轻蔑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目前的状态是一个有所得 而那个有所得是一种常态 是一种不会变异 不会变坏的特质 这些都是邪见 这些都是佛法里面要革除的大邪见 第三个要远离什么 啊这个这么难 文言文 我自小的时候就是不讨厉 你现在老了还要讨文言文 我说一个不是智的老太婆可以因为 背二十几遍大悲咒乃至于嫩言咒舞会 他都能够照背不悟 你有什么好阻弱的呢 你即便懂不懂那就先把一遍 你能够背下来就了不起吧 连这个你都阻弱 阻弱是给自己失败找理由 这个东西讲课是台大人 让台大人去听调了 其他人都去死吗 绝对不是这样嘛 所以要远离缺弱 不要给自己不愿意做 找任何理由 闲话一句 闲着也是闲着 不然你现在 抓三部修家 还要去分别蚂蚁的公跟母 你如果是生物学家随你变 但是学法者文字可能是个障碍 可是他可以克服的 尤其现在 哎呀实在方便 实在方便 所以要远离缺弱 最重要的是 直观的障碍最大的就是散乱 我们以下就会谈到散乱有五种状态 这五种状态呢 怎么样去消除 你扫除了散乱不生的因缘 你只要带到不生散乱 你心就得定 所以都是一种让身心回家的过程 所以要让你们维持这个状态 讲OK吧 文字上都记得 为了要记得道识 我记得被射诵 是为了要能够判别你 目前身心状态在道识的位置 对不对 那一在道识的位置去判别 你缺什么 补什么 对质什么 准备什么 要超越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干的事情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 如果只是放你们一个人 独自回家 你的家庭并不是一个完整学佛的环境 所以不见得完全得力 所以我们有些学长都会发起两件事 就跟我的经验一样 我觉得我最大的利益 是我不但自己在学 我还有机会分享我的心得 虽然这种分享是用这种大堂 法堂的方式去报告心得 我觉得都好不过 如果你没有一群气味相投 讨论习惯 思考习惯 层次差不多的一群人 不要太多 不要搞一个二十个人 十个人都太多了 我觉得差不多四五个人差不多 一个小小的客厅 或者是一个咖啡店的角落 你们就可以聚在那儿 干两件事情 听懂别人的分享 也分享你愿意分享的部分 就这样 然后如果可能的话 就依据我的作业 你们就共同操作一下 今天早上就有几个学长 几组学长跟我讲 他们哪些人在谁家 今天早上看我直播 直播完之后就照表操课 就跟我表公 说他们很认真 我就说给你们加油 这就是安排你的学习环境 所以一个正文法 一个懂得安排你的学习资源 让你自己能够远离 骄傲 轻蔑 怯弱 散乱的因缘 透过这些他律 其他的因缘帮助你上路 当你达到软位的时候 有没有他缘 就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这样OK吧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教导你们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交代呢 是因为顺便在此报告 1月1号 我们为了要劝 庆祝2020年 新的总统上任 1月11号才要选举 所以我们在选举前 集中 集中火力 办一个蝉食 就在1月1号到1月10号 然后呢 这些蝉食是我在第一届结束 在2015年那个时候 曾经在增坑办过 那个时候也是刚好碰到选举年 所以呢我们1月2号才开始 所以碰到选举了 所以就变成 本来那蝉食变成残久了 所以那个残久的逐字稿 被当时的学长整理 整理之后呢 我又现在把它改版 做现在 每一堂课的讲说 那大概我们练习一个12次 就12个周次 就到达明年1月 就在1月1号到1月11号 花着10天的时间 我们就借了深坑的场地 那个场地刚好这几天没人用 我们就把它借下来 不对外开放 只给我们班上的同学 当然不只是你们 你们现在这群人还包括我其他班的 因为其他班的学习的范畴是一样 那么为了参加这一次的蝉食 因为我蝉食的内容都在复习我们这12周次 讲学的内容 所以我希望你们自己现在就可以开始 因为自己有没有跟上课照表操那个作业 我不得知 我希望你们真的是这样做了 即便你们不去参加蝉食都应该要做 否则听课没有利益嘛 好 那如果你愿意去的话呢 更应该 更应该要做 所以我就请我们的小云学长 帮我整理每堂课我的交代 我交代每堂课会有哪些作业 我们已经累积了两次了 那我看它整理出来是什么 如果多了就把它删除 不必要删除 如果少了就把它补上去 大概在12周次圆满 1月1号之前 我们就有个完整 由学长整理出来的 我们这12个周次的一个教学的作业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集中十天的方式 在蝉食的过程当中整个操作一遍 而这个操作是要获得论文当中的一些身心体验 观察一切法的志向 去获得共相的随观志 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对照论文交叉相应 各位可以这样做 另外当那个十天 我们把生活的需求降到最低 但是还是需要有人以生互生 需要有一群工作小组来帮助我们 解决一些生活上共同需求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希望吉祥能够召集一批 不用太多人 就大家分工的方式 尽量把生活的一些共同所需照顾掉 那方式不拘 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大堂对外招生几百人 乃至七八十人的禅修大团体 都是我们自己很熟悉的师兄弟 而且你们来就可以知道 很轻松 很轻松的意思并不是很放逸 也就是说上香放香都是自由香 就是你自己依据你自己上座的能力 你自己调控 只有开讲法要的时候有固定的时间 如此而已 所以你可以一天依照你能够做香的能力 你自己安排 几支香去做 精神也是一样安排 我们到时候就会有残堂的一些规矩 到那个时候说明 所以我在此就交代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每次课堂上所讲的 总共在1月1号之前会累积12个周次的作业内容 以及讲修的内容 要保持照表操课练习观察 对不对 第二个呢 要去不断的复习 复习的意思就是对照我们的教材 去把广分别的文具义对照 完全都获得一个 可以自己亲身作证的生命经验 这是最好的 因为其实学习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把文具义的正念 变成你自己亲自作证的生命经验 这样的话呢 课本就可以丢掉 我们讲了离文字参 因为参就 就是作证你的生活的实相 那是离文字的 不是义着 不是义着Cookbook 然后在生活当中烹饪 不是这样 就是真实去面对生命 去应对你的德与识 在过程当中能够超越 所以因此要有这一群人 帮助你克服四个心态 回忆一下哪四个 不要以扫文习族的骄傲 因为骄傲所以你会 找过失 找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 别人的过失 轻蔑于他人 那因为你轻蔑故呢 自己发觉我也没那么好 因此就阻弱 阻弱之后呢 对那境界就随波飘浪 心就散动 就散乱 那这四个境界都彼此相关的 你要让你自己 入一个密集加行之前 把你的身心维持在这种 不被这种负面情绪打乱的生活相续里面 准备一个最好的状态 去做个密集的超越 密集的加行 此其一也 其二 学习修福 修福也不是太远 就是做共同所需 一些你自己举手之劳 大家携手互相互助的一种 共同生活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些 我们今年还是明年 就已经进入超老年国家 意思就是说 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超过65岁 这样的社会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社会很利于修行 因为既然大家都已经退休没事干 当然你们要花个几年 把你们的财产花光 因为有人说 我只要活着用钱就要做财产 我如果死掉了 那些钱都变成遗产 与其变成遗产 不如花我的财产 所以因此 到处去旅游 吃吃喝喝 每天就这样子想着 这还有什么地方没去玩 如果你们还不甘愿 你们就去呗 接着去哪里我就不保证 如果你想去有善处 那你现在要善用其心 好不好 那我觉得供佬这件事情 不见得是要靠子女的 往后的供佬恐怕靠的是 以我们佛教徒来讲就是联友 我就知道有一个基督徒 他只有一个礼拜 礼拜天早上去参加团契 其他时间都在佛教团体里面 骗吃骗喝 这个话是说了过分了一点 意思就是说佛教徒实在是一个很友善的团体 你愿意去那边只是任养一份职事工作 你就有吃有住 在那里还是保持学习的过程当中 供佬 那种供助的方式我觉得是一个最美好 你们听我的话就知道 我是一个非常社会主义导向的人 我其实是欣赏这种修正 修正 以民主制度为本质的那种社会主义 的确人的智慧是不平等的 每个努力能够受用的结果是不平等的 但是如果大家愿意透过举手之劳分享 所以用供修来供老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老年生活 你们同意吗 那不需要为了这个东西去建一个弥陀村 对不对 我们就有深坑 你也不能完全放掉你的家里 你就借由这样 菩萨往来故 一切法得成 包括来这边教室里面供修上课 一样 请注意 不要把一次来一个课堂 变得非常工具性 获得一些概念知识的过程 你如果只是窄化成这样子 这个知识本身能不能有工具性的效益 我还不得知 但它就没有附加价值 可是如果你能够用这样子供修的方式 自己在里面学习 还有一个供修互相底力增上的 复习团体 又有一个能够彼此互持 能够担任 自己用担任一个执事工作 换取别人互相的互助的支持 以供修为本职 做一个供老的过程 我觉得虽然我们是超老年社会 这社会还是很平安 还是很平安 其实我们面对一个慢慢软化变坏的社会 我对这件事情议题是非常关切的 有太多知识的 我觉得我们的公民决心教育太缺乏了 而佛教其实 你与其说它是宗教 我不如说它是一个决心的教育 而且是全民的教育 而且是终生的教育 与其你很孤单的走上这条路 你为什么不结一群人 对不对 愿意担任一个以生护生 一部分你自己举手之劳 随个人己力的一份工作 以供修为前提一起供老 何乐而不为 劝各位 至于哪些人气味相投 的确我就发觉 因为大家还在学佛 所以发现即便共同共住 或者一起共修 就会有摩擦 为什么会摩擦 摩擦的东西就是我我所 你懂吗 不要老是看不起别人的我我所 你会被别人挑动 会有情绪就是我我所 你的我我所也被挑动了 所以为什么不借着发脾气 脾气可以发 你老实讲 就可以得到修正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艳离 是艳离因为不正见 因为你没有正确的观察对境 做了错误的回应方式 这个是要解脱的 解脱不是叫你 艳离一个处所 艳离一群人 是要艳离你对境界 错误的诠释 错误的认知 要艳离这个东西 你依着邪见 错误看待着你的境界 因此你做错的决定 而且在不断地做错误的决定 业上造业 轮回才因为这样子 不能舍离 所以佛法是一个 这么全面的教育 不是一个知识概念的传达而已 所以如果你能够用这样子去做 你们才能够做一个正文法 文证法圆满的学人 那我除了要 一样跟你们做一个 文证法圆满的学人之外 我还要学习怎么样分享 我的学修经验 你们也可以练习 你们就在你们的复习团体当中 分享你自己实际的 不要只是分享概念 很多人就会用概念 不对 这个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就有点太概念化 讲你的经验 你的经验是因为你有独特的因缘 你要认识到 我的经验这样子认定 是因为有我独特的因缘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如果他讲的是概念 一听就知道 是不是这样子 那不需要为概念东西增识吗 概念只是听听就好了 是吧 那就分享 学习分享 因为老实讲 能分享 你能够把你的身心经验描述清楚 就很不容易 对不对 文思经论就是帮助你能够更正确的 圆满的 圆满各项度的去表达你的身心经验 你要懂得观察 你还要懂得表达 对不对 表达如果没有机会分享 得不到练习 得不到练习 以上期待两件事情 期待你们自己 我没有任何外力 没有任何的标准 你们自己去成立 哪些人气味相投 你愿意跟哪些人磨 你的我我所 你愿意 大家磨得来 你们就去磨合 那样的一个学习团体 人数不必多 不必多 然后呢 第二个 也透过护持的工作团队呢 去举手之劳 大家任一个执事 以共修为前提 学习共老共住的一些生活所需 这样慢慢的 你的生活家务少了 在这个地方的 共修的内容丰富了 我相信你们还可以找到 你们生命最后的春天 这个春天是evergreen 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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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绿的 生命方式 这是今天 第一个小时 给各位的说明 正所法 我的责任 你们的责任 类似正所法 就是分享你们的实修经验 去建立你们的共修团体 做一个正文法的人 在最后再复习一下 正文法的人 要远离哪四种新所 扫文喜足 请注意 一定要多加这个 以扫文喜足为先的 意念狭满 就是要珍惜你现在有文师的机会 既然以文师为先 文师最大的敌人就是什么 扫文喜足 以扫文喜足就会有骄傲 因为骄傲所以轻蔑 因为轻蔑之后 自己也没有那么能干 所以也怯弱 怯弱之后对经济也无能为力 所以散乱 所以你要得三不地 根本不可能 所以要做一个文正法圆满的学人 你需要这么做 下堂课跟各位讲 怎么样操作你的身心 让你自己以涅槃为上手 确定这个目标 有目标确定之后 你才能可以借由每一次的共修跟学习 成熟你的解脱会 这是我们接下来的两堂课 要圆满的事情 现在十点过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 各位学长 阿弥陀佛 好 我们继续今天第二堂课 今天我们的重点 就是接续第一堂课的次第 我刚刚也说明了 第二堂课其实指在示范 文正法圆满的正说法这一段 我们往后教导安班念所缘 怎么样取所缘 修作意正加行的方法 就会类似像上一堂课那样 带着堂上的操作来进行 其他的课 其他的时间 虽然讲一些论文上的文具意 但基本上也都会尽可能接受 接近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统整一下 我们从第一次以来 要各位做的作业 第一堂课的作业就是 要学习意念思维狭满的几个方法 我不强求哪一种 乃至于你自己发明 只要能够满足那十个要素 回忆一下那十个要素 顺便对照一下广论的那个十句意 那也是一个五个字一句的寄送 来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人嘛 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人 人 生在中国 就是在这边听得到佛法 对吧 尤其是学习到语学士理论 第三个 根据 就是你的意根明了 能够听得懂老师所教 看得懂经论上文句的意思 至少能够去找读解书等等的 对不对 第四个 叶未导 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理解错 你从文句或者是老师教导当中 如所交而行 我比较喜欢这样来理 你能够正确的理解之后呢 你能够如所交而行 不会搞反了 对不对 这样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出三种信 那信什么 信四地的实有信 信离烦恼的功德 信你自己 以及一切众生都能成就 对吧 好 这是自圆满的部分 他圆满一样五支 哪五支 佛将 佛出现于印度 两千九百多年前 对不对 说正法 说了四地十二因缘的正法 然后呢 红中眼教的教法 辗转至今 我可以学习 对不对 教诸 随教转 到今天还有能够依着四地教法 修学十年处的人 他又能够据悲悯的教导于我 我的福德 以及这些大人们 都能够护持我的清净心 所以满足这十个要素 让你因为意念 狭满难得 你经已得 对不对 那你应该就在今生把你的大事给办了 对不对 何必拖延呢 所以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起一个向于解脱的决定意志 所以你每次念你所依的法句的时候 那身心的觉受要到这个位置 所以每天都会renew 更新你的生命状态 所以在佛法里面没有老这件事情 对不对 只有觉这件事情 觉那个状态 是没有老少的问题的 是没有老少问题的 保持在这个觉性 相续 安住 而且能够降服一切 烦恼因缘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 如果你能够有因缘 遇到一个正说法 随顺无染物的教学者 他愿意分享他的修学经验 把四地十二因缘的正观 教导于我 我也就随所教醒 对吧 而你自己要做到正文法的地址 正文法的地址叫 远离四种负面的心所 那四种 依我所教的 来 要从哪里去想 尽量以文师为先 我就不能以扫文喜足 因为扫文喜足就会有骄傲 骄傲就会轻蔑于他 因为轻蔑于他 自己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雀弱 因为雀弱之后 拿生活没有办法所以散乱 不要硬背 要有意义的 要有对劲的 这叫做修于且 让你的身心跟这个实相的道理相应 那你每一件事情都会有意义 为什么有意义 因为你有绝照 危险 你又能够辨析善恶 印证你的文师的一些教法 这些都是不断在复习的 所以为什么我可以搞弄熟一百卷这么大的份量 何况他六经十一论相关的文献加上诸解书 为什么 时间累积啊 我说给你们同样的时间只要方法对 你们不放弃中间于中不退去 你只要不退转 你一样可以达得到这个境界 而且不要以一生为念 对不对 你即便去到了你要去的善处 一样要一指三指是继续学习的 这个意乐是不能变的 是不能变的 好 这是这样 文正法也圆满 那听闻 听闻有这么多可以学习的 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血海无牙 生命也有牙 对不对 一有牙 追无牙 怎么做得到 对不对 不如放弃吧 最后想一圈之后结果是这样 就颠倒了 所以避免走上这个颠倒道 你怎么做呢 就要以涅槃为上手 因此你必须要很正确的认识涅槃 所以涅槃为上手这一段文 虽然有十法转 有十个关键句 但里面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什么是涅槃 而且你要体验 少分涅槃的身心状态 那么据前人的经验呢 跟涅槃最相近的状态就是 禅定 以及 指观跟第一地相应的那个法习的状态 法乐的状态 那个法义明镜 庙镜长老比较喜欢这样的 明镜而住 那杂含金这样就是明觉相续 你具有对镜 演至明觉的一种相续状态 你能够现见四地正法 你可以正确的笔之不现见法 亦附如是 生命当中还有太多我不经验的都跟你现前所观察的道理是一样 这叫眼 有眼生出智 眼就是现见 智就是笔类 笔推 笔之不现见 也都是这样 所以心里面有会一种通达 通达之后有明 明就是明白一大挂 对不对 重重无尽的缘起 都是什么 觉 觉在哪里觉 在四地的 世间跟初世间的因果道理上 保持觉性的相续 赵安庆就是这样教的 眼至明觉 从你现见为基础 正确的笔之不现见法 也都是这样 保持厚厚实的观察 对不对 明白在重重无尽的缘起 安忍其信 降伏其信 然后呢 以决信相讯 住在世间 没理由 这不是很悲伤 不是很悲伤的事实 是一个很高兴的生命状态 保持这个状态 所以这种状态就叫做捏盘 虽然不叫做捏盘 但是叫做宪法乐住 比分捏盘 有那个捏盘的一部分气氛 每天都在跟那个捏盘 相应这个气氛 在经论当中说 养生命的 需要透过断食 就是我们的正确的饮食 第二个要透过 足够良好品质的睡眠 第三个 三魔地 所以你看 那个虚映老和尚活到百多岁 都要有相当程度的三魔地心 三魔地心就是心不散乱 只是具有智慧的人 不管你是世间的智慧或初心的智慧 只要你不放任你的贪真吃 具作用 其实基本上都有类似相应三魔地的状态 所以经常就这样讲 所以你可以养生 养生当然由你过去夜感的一期寿命 可是你能够活得圆满于佛 看你怎么样对待你现在的四大五韻 尤其你又可以 又可以用正确对待的方式 得到什么 得到一种明觉相续 演至明觉的一种智慧状态 不是很好吗 不是很好吗 这才是我一直要觉得 大家要认识的佛法 佛法当然有那些形式的东西 很美满 让共修大家一起可以共住 但是更重要是这个 安住其心 降伏其心的一种金刚波罗波罗蜜 这个是美好的 同意吗 希望不是我老王卖瓜 好 接下来就要让各位了解 什么是捏盘为上手 捏盘为上手就是你随时 你要较量你这一面心 用决心来去觉察你这一面心 是不是走在捏盘相应的路上 这件事情有九法转 九法转分成两颗 跟有余意捏盘 什么有余意捏盘 把那个专业术语拿掉 就是跟烦恼极尽相应有九法 跟生死极灭相应有一法 先讲那一法 先讲生死极灭的那一法 就是无余意捏盘 就是你不再受流转的千禅戏腹了 那个是一个最高的状态 好 要达到烦恼极尽 那是一个我们先 这一生信而为人 学习佛法的人 应当要为首的 有人说我学菩萨道 我才不追究烦恼解脱 你要烦烦恼恼的心菩萨道吗 没这个回事嘛 你即便是菩萨秤的学人 你也应该怎么样呢 不烦恼嘛 所以郑老师 郑老师就是礼拜五晚上 现在他还有课吗 礼拜五晚上 郑贤郑老师 他就讲 他说当你临终往生那一念的时候 阿弥陀佛会来接你 接你的时候会跟你问一句话 你这一生快乐吗 他说会有三个结果 他说不快乐 去你那边才快乐 那我不接你 因为你还没有学会我的法门吗 我的法门叫极乐 净土思想 你不快乐 我去我那边 我那边才不需要 你像你这样不快乐的人 已经很快乐 已经很快乐 你就修菩萨道 所以你该怎么 你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你该怎么回答我这个问题 第三个回答是什么 阿弥陀佛 这样才能去啦 对不对 你完全明白这个意思嘛 无量观无量觉嘛 你一直不断 你活着就在这个尽心相续的状态 对不对 当然是维持这个状态 在那里往生嘛 你这一期寿命 无间 不经过中阴化身的阶段 就在那里连化化身了 连化化身是以六度的阴地发型 在那里继续修行 是这样 这才是正确的认识 进度法门 是不是这样子 那你说阿弥陀佛是不是四年处 of course 对不对 我身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爱染性 身不尽 受是苦 因此我也不沉溺其中 只取个人的见地 对不对 心无常 保持可以学习 法无我 不自在 但尽力 对不对 那这句话 全部你明白以后 就融归在一句阿弥陀佛里面 没有多话的东西了 没有多话的东西 真的佛法大同 不是大家都一样 是随根不同 但你自己要知道 你是属于什么状态 你是什么病 要吃什么药 对不对 疗成是什么 明明白白 清淀楚楚 好 所以这种 以涅槃为上手的状态 有十法转 我刚刚已经讲了 跟烦恼即进 就是有于涅槃相应的 有九法 跟生死即灭的 有一法 叫无于涅槃 那个我们先不谈 最后一个阶段 那前面九法转 怎么样开列 我就一样 把我的本文 这本文 如果你们有过去的教材 过去把它编为叫做道前基础篇 卷十九到卷二十五 它引的是大政杖 引的是大政杖 389页的上栏 云和捏盘为上手 这一段文 我念一念地方 就是上栏的倒数 第二行 有一法转捏盘为首 为以文所成会为因 于道 道果捏盘 起三种信节 你们有教材的 找得到地方了吗 那么 有三种信节 三种信节 自圆满的第五项 信处 就是信正确的因果 四地的实有性 捏盘的功德性 以及终身兼能成就 这样子去信节它的真实 保持在这种尽信相须的状态底下 好 这个各位 自己回去复习 这篇文就不依着文 我就依着我的射颂 我怎么样去编射颂 第一个 它的根本因是依文 文就是以文所成会为因 所以前面一刻是什么 文正法圆满 对不对 你遇到一个善说法的善知识 你依止善事 听文正法 如理思为 法随法行 你依着这样子的文师修入道 那么你对于这个道所成就的果报 就是我的道果 你要听文 你要听听老师讲 那我这个道 它的果报是什么呢 就是道果 道果就是涅槃 道果就是涅槃 你修道地 道地的圆满状态 就是身心达到一个 不被烦恼欺负的 以及烦恼不生的相续状态 那个状态就叫涅槃 道就是三十七道品 捏盘 就是道果 所以呢 道果就叫做法 三十七道品叫做随法行 所以道果捏盘 道 道果捏盘就叫做三十七道品的 对不对 法 随 法 行 第一个法 就是以捏盘为上手 对不对 你一定要以这个 教准你现在的身心状态 你现在每一个学习 是不是都是成就 圆满 相应这件事情 还是照做烦恼增长的相续 这个要辨别吧 所以所谓的会 不是指你有很多概念 是你能够抉择 你能够与对境 抉择生起的心绪 你的心绪一定要 相续在不生烦恼 不被烦恼 细腹的亲近自在的状态 不要扰动在贪生吃 造业 业上造业的相续状态 这是要辨别的 有这个抉择的智慧 这叫做思维修 以文所成会为因 对于你的三十七道品 以及圆满的道果捏盘 起三种信节 哪三种信节 一 信 实 实是什么 世帝是真实 世帝不是佛创的理论 世帝是一个正确看待 世间跟初世间 因果的道理 它是一种 普世的自然法则 不是任何一套理论 信这个实有信 第二个 信功德 功德 什么功德是你值得追求的 功德就是作用 请问你相信 正确的四地因果 你的身心会有什么大作用 不被错误的邪见欺负 对不对 所以因此你不需要fight 你不需要为你的邪见跟别人fight 是不是 所以看懂大家的意见 依源于什么样子的有为的条件 就知道这些都是不圆满的 可是呢 有老师小时候就教我 这些东西啊 用般若的智慧 看破而不拆穿 为什么 因为他还不肯舍离啊 你去里头 伤人也伤己 所以不要 看破不要 不必 不必拆穿 这样安忍 安忍 保持学习 学习什么 学习观察缘起 对不对 你自己是要灭掉生的无名 生相无名 所以你不要生烦恼 你不要让自己的烦恼 无名行当中相续生 乃至于虚他烦恼的因的种子 不干这个事 不干这个事 对不对 乃至于呢 不会去期待 下一次会更好 下一次还是renew 根本重来的事情 所以保持归零重来 让每一个人都有 都有重生的机会 对不对 不用成见情子去看待 你的生命会比较有力量一点 好 这就是 信 识 德 德 德就是这个 涅槃的功德 能呢 不要有缺弱性 他就是要隔出你的文正法 圆满的那个所要对峙的缺点 不要有缺弱 不要觉得自己做不到 对不对 好 我也不要以一生为限 对不对 生生世世都是以这个为目标 慢慢慢慢慢慢去成长 这叫做己能 你既然自己能 那一切重生是不是能 因此你自己不希望被轻视 你要不要轻视别人 所以不轻视出家比丘 不轻视年轻的沙咪 不轻视刚刚出现的小孩子 不轻视各种性别 以及各种种族的人 慢慢慢慢开始扩大你平等心 正观的一种能耐 都可以这样 这叫做一文道 道国 当然这些都是文字的简说 知道一文所成会 一文所成会就是 隔出那些错误的原因 你也有这样子学习的资源 然后集资进账 除备你未来的善根因缘 用这样子的方式 相续你的共修为本质的一种 共住的生活方式 然后你保持这种静心底下 这就是文证法圆满 相续到涅槃为上手的关键因素 就是这个 以这个亲近信心 以这个亲近信心 升起这三种亲近的信心 接下来怎么样呢 接下来怎么样呢 你这个时候呢 你的身心就透过文证法 因为透过不管老师怎么教你 都是教导你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 五运 五运法的 五曲运法的 极地 以及五曲运法的灭地 什么叫极地 如何升起的 以及 为何会消灭 你不断地顺着这个四地的道理 去观察五曲运法 在生命相续当中 升起的现象 不带他缘 自然灭坏的法则 去认识这两件事情 这就是观察 当下 现前五运的生命 四年初只干这件事情 四年初只干这件事情 就是你的六根门头 对近逢源 跟对近 升起四心分别的那个相续心 你所认识的一切 五曲运法 都是怎么升起的 不带他缘 有生即灭的自然法则 安忍地 看见 明白 学习 警惕于心 只是保持这样 下座生活当中 就是这样看待 上座以后 安忍在你的安班念所缘上 去作证 交叉运用 所以我上礼拜所教的 要不要用 要啊 接下来要教的 就是你下座 请问你一天当中 坐上时间长 还是下座时间长 所以下座要学习的 佛法比较多 你怎么都还没有讲佛法 有啊 上座佛法就那么一个小时 对不对 一个小时下座之后 一天那么长 怎么样用佛法的法则去看待 去善用其心 这就是佛法 什么不是佛法 这样了解吧 背一下那个句子 一文文什么 道 道国 道就是三季道品 对不对 三季道品 出的所缘就是十年初 对不对 圆满的道次就是八正道 然后以什么为上手 道国 道国就是什么 涅槃 涅槃就是两种状态 一种是有烦恼不被欺负的状态 第二个是烦恼的因缘不生的状态 我现在都在做归纳 你们就记得 认识那个状态 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到 可是你要认得嘛 认得 你没有去 去那里 哦 真的是跟我所讲的一样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师尊讲的 这是那个状态 以法为上手 修三季道品的随法行 就是以文所成会为因呢 去活在法随法行 那法随法行前面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要 依止善事 等下承受些的会 就会有这个东西了 然后第二个呢 听文证法 证文熏习 第三个 如理作一思维 要依所教而行 对不对 依所教而实行 你对境界 文诗的方式 真的 平常你这样做得到 上座就容易进入状况 不是要花很多时间 我今天早上贴了一个贴文 三个 两个 两个阿兵哥去攻肩 然后呢 有个阿兵哥很厉害 用脚一直踹那个门 踹了半天 踹不开 后面来了一个军官 门就把他拉开 门是要从 从你往外拉开的 你不开 然后用你的 用你的 用你的腿在那边猛踹 你用足的力 不如用对方法 用对方法 也还要用力 固然不错 可是那方法对了嘛 对不对 你用了力 就会让你的功德增上 你如果方法不对 最后呢 结果达不到 你自己还伤啊 是不是这样子 而四弟就是我们今天 文证法圆满的那个 所知的对象 圆满了 捏盘也认识清楚了 以捏盘为上手 修法水法行 前面就要经过三个 依止善事 正文熏习 如理作意 依所交而行 慢慢地以捏盘为上手 活在信实 信德 信能的 清静相须的状态 请注意哦 这个不是在背哦 这是在让你判断 你现在身心 是不是属于这种状态 一旦不是 你现在的身心状态 就叫做妄施正念 听懂吗 妄施正念就叫做散乱 一散乱 不是调局 就是昏尘 一旦调局 昏尘 你的生活 就是被贪嗔痴宰治 一被贪嗔痴宰治 你到了临终的时候 就说 怎么会这样 阿弥陀佛就跟你讲 为什么不是这样 那是你求来的啊 求人得人啊 你就要这样过后啊 要怪谁 这个是很明白的事情 好 这个都明白了 这时候呢 你要看看 你这个时候呢 会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哎呀开始搞懂 慢慢慢慢信 他的道理 然后呢 也开始可以维持 有一搭没一搭 这种正念觉知的状态 维持这个觉察的状态 叫做正念觉知 其实这个状态就是 只观的基本 基本 那有了这个正念觉知 你就学习嘛 不会就学嘛 错了就改嘛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这样相续之后呢 相续之后呢 然后慢慢慢慢 你就可以无间相续 从有一搭无一搭的 偶尔还会妄念 再来 哎呀 可以努力的维持不妄念 这个正念觉知 可以无间相续了 到的时候呢 不用刻别作义 真的不用刻别作义 我不是要自夸 以上我所讲课的这些东西 连我在没有太强的 意识状态的棉梦当中 都会自然生起 我还有梦 就表示不是圣人 有梦 可是梦内容都是什么 都是这些 有人对我说法 我在读书 有个大字报出现 有几个道理突然明白了 都是这个状态 都是这个状态 都是个法义明镜的状态 很多东西念诵 那个意思就自然的明白 也不见得需要特别去找注解书 可能因为读多的关系 这就是一种决定义的状态 你一切的文诗都入到决定义 就是不假 不假他缘的寻诗 你不用特别去思维 不找他人问 也不必去找任何的注解文献 你慢慢就可以随着自己的经验 相应而明白 而且圣解 圣解两件事情 这个诗志 不是塞底 不是失去智慧 是思索成智 思索成智要有两种圣解 我刚刚讲过的 哪两种圣解 对生死的过患圣解 对于涅槃的功德圣解 因此对于 以涅槃为上手修道的生命 决定 这就是应酸老法师所讲的 大乘三药的第一个 处理心 处理心为根本 你不想处理这种贪嗔痴的生命方式 你根本就不会修道 对不对 所以以涅槃为上手 一个很判断的东西 就是你的心绪 你的心所视为 你爱要的东西 你觉得了不起的 你觉得贵重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你对于生死 还有一个后友 以后会更好的期待 不是不可能 那要几辈子修来 再怎么修来 也不过是这辈子 不用到最后也会结束 它是生命法 不是不值得追 有也不放弃 对不对 可是不值得怎么样 不值得爱人 也不值得直取 也更不值得 拿它来当作 自己了不起的特质 没有必要 平常心看待 好 决定意思制 拿两种圣节 生死的过患 第二个 捏盘的功德 再次强调 你对于捏盘的认识 对于生死的一种邪见 导致的烦恼 欺负的那种过患 在杂瀚经 就是要观察 苦的极灭 然后圣节在两种道上 一种是生死的厌备 一种是对真实的向往 信求 保持在这种状态底下 这叫苦极灭道的证件 这叫做苦极灭 道地转换成未换离 这六个心 把文正法要对峙的那四个心改变成 苦 极 苦的极灭 然后呢 在道地上安住会显现出未换离 知道 哎呀 他就是缘起缘生 无自信 染灼其味 因此有过患 实际上呢 所缘是空 能取呢 能观则 无我 根本不得之在 但求尽力而已 一种 一种很甘愿 很欢喜的一种认定 一种认知 这种认知 叫做圣洁 我们叫做正法的圣洁 不是一种执着 不是一种固执 是一种生命已经找到答案 的一种相续状态 决定意识字 决定意识字 然后再来呢 决定意识字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自己在修所成帝这本书当中 就可以找到有九法 来描述那种如理思维的那个相貌 我们就不多描述了 接下来第三个 依止于此呢 依止于什么 依止于决定 决定失智 决定了那种 思所成辉的两种圣洁的状态 要趋入两种修行的方便道 所以你接下来就开始 有一搭没一搭的 乃至于无间相续的去修道 就是修三十一道 修四念处嘛 而你修 你修行需要靠两个心力 一个是 一个是 对待时间的 一个是对待方法的 在你修行所花用的时间当中 你必须要得到无间的相续 对于方法 你必须要 蜘蛛 你必须要蜘蛛匕教 你必须要 因为魔鬼藏在细节处 不要放过细节 在修辞戒律上面叫做轻重等词 那个叫做阴重行 你对于方法 必须要尽可能仔细 绝对不能像背心境一样 设的四项六句意背完之后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该管 这个不应重 这就是秃工减撩 一样 源于射起的寿 寿也一样 四句六意 保持观察 有的时候起了响 四句六意 一样观察 有动机蠢蠢欲动 四句六意 一样观察 虽然你的视 你的视心自己看不见 你要知道 我这样的熏习 保持四句六意的观察 以后 以后 元境界所生的业果 完全是由视心的种子 跟当时的业缘所决定 对不对 保持一个警惕心 你说这样生命 有人说这样生命 是不是太紧张 不然你要怎么放一懈怠 放一懈怠 放一懈怠 不用找方法 真的 放空空就好了 放空空 你生命会 有力量吗 有力量吗 对不对 怎么样的心力 能够维持你身心的健康 能够让你旁边人觉得可爱 真的 我不是求别人对待的回应方式 而是自己处在这种状态 所以无坚心 就是对于时间 保持绝照 只要正知住 一旦碰到非所缘的扰动状态 就对质超越 集资进账 对不对 圆满这一面 亲近心相续的状态 是对待时间 保持绝照 于中你要清晰的辨识 如是因如是果的 业果的关系 跟道果的关系 这个叫做因重心 因重心要轻重等词 要清晰的辨识 所以无坚就是正念觉知 无坚相续 对不对 因重就是轻重等词 因果善恶 清清楚楚的辨识 这就是抉择会 这就是思维修 不是无想无念 不必对那些妄想 独头的分别去花时间 但是要在这里安住其心 降伏其心 所以修行是要用点 这两个方便力的 好 对待时间 对待那个觉察的 觉察的那种妄想 奸扎 需要什么心 无坚心 无坚心需要什么方法 正念觉知的相续 保持正念 正念对对四地的正念 相续在什么 相续在觉察身心 全然的觉知的相续心上 因重是要轻重等词 每件事情清清楚楚的辨识 跟什么东西去辨识 跟你文师的正念去辨别 所以你心中要有一个道次 所以为什么强调 我虽然不叫你背全部的论文 经文 但是你道次的设诵要背注 一旦警觉就知道 你现在处在什么状态 这个状态前面所具备的 负面跟正面的条件怎么样 审查一下 怎么样跨越这个东西 未来会碰到什么状态 你也能够判别 请注意 这都不是成见 这都不是成见 这都是保持对于 现观的如实之的状态 你一样用你的 言耳笔舌身意 保持见闻觉知的智慧的一种相续状态 依这两种心 无间心保持正念觉知 因众心保持轻重等词 清晰的辨识 坐上修不过就是那 那一两个钟头 坐下修就要保持这两个方便心 是不是这样子 好 所以 实得能就有三个了 决定制 第四个 无间因众 刚好是五 六 这是我们论文当中的 九法转的标号 顺便让你们这样记 好 慢慢由无间因众修学正念觉知 辨识如是因如是果的 因缘果的一种生命现象 由此次地 慢慢的就会有修所成治 修所成治各位注明一下 什么叫修所成治 修所成治就是入地现观 你获得一个不退转 次地的政见 对于世界因果 你可以苦及二地去看待 出世界因果 你可以灭到二地去看待 而且这个心 维持在三摩地 得三摩地 三摩地圆满 三摩地自在的状态 我们后文就会谈 你在修果的部分 先得三摩地 得什么叫得三摩地 得到出禅 得到预界定 或者往上根本 味道地定 先得到三摩地 就是让你的心能够等持住 然后三摩地圆满 可以上到二残 三残 体验到四残 然后得到三摩地自在 你可以出入禅的各种状态 让心不会死死地固定 黏在一个状态 不容易入到那个状态 或者将那个状态黏着出不来 都不会有这种不自在的状态 你可以自在地出入 你需要用怎么样子 身心柔软的态度 去面对你的生命境界 随你如理作义 你就可以随心得自在 这种自在 是比你升天都还好的 得到任何圆满的果报 都没有好过于这种 修索成智的状态 这样OK吗 正德修智 修智就是我刚刚所描述的状态 这个修智之后就会见到 见到有两心 根本智跟后的智 先开根本智 根本智先开一切法空的智慧 空不是不存在 空是因缘性空的道理 后的智 那一下心 开始去学习世间各种 各种的方便善法 你会有这种耐心 所以我经常讲 根本智是解脱心 后的智是一种 学习的意乐心 生命才会开展 生命才会有意乐 是吗 所以这种两心见到 我喜欢把修道的状态 描述成这个 这个好像有点心理学 但不是心理学 比心理学高明多了 解脱就不是心理学所追求的 心理学教你要适应 适应这社会的常模 变成大多数的Nobody 因此被称为Everybody 但你自己怎么想 你自己还Anyway 总是Nobody 你什么都不是 这不是我欺负我的所学 我真的觉得西洋的价值观 就是以自我 而这个自我却以常模来规范 非常非常吊诡的东西 好 先得见到 见到就是有学位的一种 最起码的解脱状态 见到而后 修道 所以对大乘而言 见到是正根本质 你对解脱产生一种 决定的信心之后 修道位都在建立后得志 都活在生生世世 增上身 决定圣道的一种学习过程 因为修道位 大乘的修道位都在干什么事 都在扩大你的所知 亲近你的所知 对你的所知 对你的所学 已经不在做任何范畴上的设限 是不是这样子 这生命多么开展 什么都可以去从事的 但不造恶 也不取任何的业果 不以这个为念 以学习为乐 满足在那个过程的学习 自我身心的锻炼上面 这个是修道 好 到这里为止 九法 烦恼极尽 已经在这里圆满了 最后 一无余 就是 当你这一期生命灭了 你不再受后有 杂染生命的欺负 那叫做无余涅盘 那叫做生死极灭 所以解脱有两种状态 九法达到烦恼极尽的状态 有一法 就是对于生死 已经没有焦虑了 达到生死极灭的状态 不被烦恼欺负 乃至于不生起烦恼 叫做什么 叫做烦恼极尽 不再对生死去哪里 有任何焦虑 那个叫做生死的极灭 这两种状态 前九法达到烦恼的极尽 后一个对于生死的必然 平等心对待 没有焦虑 生死就极灭了 很清清楚楚 这十件事情 就已经把你的身心 怎么样朝向你那般 有一个判准 很清楚的 来背一背 第一句叫做 依闻所成会为因 干什么 安住在修道的状态 以涅槃为上手 安住在修道的状态 对不对 依闻道 道果 这个是下手 我的背法一定是有个下手处 依着闻所成会为因 就闻思什么 道跟道果的关系 以此呢 入 信 是地的实相 涅槃的功德 以及一切众生跟自己能成就 保持这种清静的信解心相续 你可以判断喔 你可以判断你现在是不是这个状态喔 这已经是一二三了嘛 接下来第四字叫做吗 这个慢慢相续 就会入到决定义 决定义 哪两种 两种决定 生死的过患 捏盘的功德 你已经产生决定圣解了 因此你觉知要处理 保持这个觉知处理的心 判断你现在当学不当学 不要去照做 不要去惹一些跟解脱无关的事情 这个时候你没有这个本事 对吧 然后再来 入两种方便 哪两种 时间上的 保持正念皆知 让你的妄念呢 能够随转到正念相续上 那叫无间心 因重心就是轻重等时 辨识因缘果的正道 对不对 保持一个如是因如是果的观察会 抉择会 入两种方便 入什么 无间 因重 那无间心 因重心 时间上没有妄念的夹杂 方法上能够具足圆满 世间出世间 业果的 道果的道理 你就这样相续会得到 修治 对不对 这修治就有三摩地的心 得三摩地 三摩地圆满 三摩地之类 这都是厚厚文会谈的 先不用管它 达到修所成会 修所成会得到 依照十六观之来讲 就是得到什么 无常苦无我的思维治 对不对 然后再通过十二个智慧 准备要见到 见到是得根本治 入到厚德治 耐烦的 快乐的 以学习为生命的衣柜 那就是修道的生活 对不对 这样的话烦恼就寂静了 烦恼就寂静了 等到你生命的尽头来了 最后口气来了 对生死也没有什么焦虑 生死也极灭了 无欲涅槃 可不可以背 来我们背一下 一文道道果信实得己能 入了什么 决定义师智 记得两种圣结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怎么样呢 入无间因众 这样的话 正德十二种 十二种 就是那个 心境道路上十二种智慧 这样去见到 对不对 见到是正根本治 然后活在修道所之上清净 厚得至圆满增上的状态 那个状态是很圆满的 所以修道的生活是很快乐的 很积极的 不是在那边坐在莲花上 没事干这样 今天要干嘛事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to do list是很满的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呢 等到生死来了 一口气不来了 对不对 那随着你的愿 就往生散出 生生正上 决定走在圆满圣道的路上 根本不用去思维 生死即灭 前九法 有余裔那盘 是烦恼即经 后一法 生死到来 大家都必然 对不对 虽然都是黄土一杯 可是我活着的时候 是这么精彩的 是吧 这都不是攀原来的 是都安住在新的正道上 然后呢 你只是调伏 依着文师的教法 去调伏那些不正的思维 是不是能背 请注意 这个礼拜的功课就是这个 下礼拜以后的每一天 每一个刹那 你都不能忘失这十法转 那用这十法转 我刚刚讲过 为什么要把 透过赦颂把道次背下来 为什么 两件事情 随时要现观 你的身心处在哪一种状态底下 对不对 然后在这判别 怎么样排除困难增加善缘 是不是这样子 保持在这种能现观 而又能够排除困难 积极支援的状态 生命是积极的 不会没事干 不会无聊 是吗 好 这十法 下课 让各位有十分钟背一下 我们继续进今天第三堂课 今天的重点就在 揭续着思维瑕满的修处所之后 引发我们的亲近信心进到文证法圆满到涅槃为上手 在这个时候论文就说了 如果你能够以涅槃为上手这样子的动机 随时检查你的身心所处的状态 用这种态度来听文证法的时候呢 他说会有五种殊胜的利益 那五种殊胜的利益 第一个就在你听文证法的时候 你就会饶益他 就饶益别人 你为什么这样子听法就会饶益别人 请问各位 你们今天来有没有对谁有好处 对对对 你们客气啦 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当然要看你们听的内容而定 一个你只要来就一定对谁有好处的 不管你听到什么 对基金会办这堂课啊 就办得起来了 对不对 不然你们都不来 我就一个人面对这个啊 这教室未免也太大了 以后我就说了基金会的假日佛学院 就是摄影棚就好了 对不对 大家都在家里开直播看就好了 对不对 来自于平板 手机都可以现场直播 容易 所以你们来就成就了这个说法的因缘 这件事情就听法本身就饶益他 对不对 因为你共同成就了这个说法的因缘 能够传播于大众 但前提是 那个内容是好的是对的 第二个 如果你听到了真的是善法药正法药 你就饶育智 对不对 智饶育 就是听法的时候 好 你如果如所教行 会饶育别人 为什么 因为你依着圣教的方法 去修正你的身与医 对别人是不是有好处 别人就得到一个圣人对待的方式 对不对 第二个 因为饶育他为先 你会得到自饶育 为什么 你会把这种法供养 供养给三四十方佛菩萨 供养给自己的法身毁灭 供养给自己的身身真上决定圣道 不辜负这一期父母生生的生命 对不对 自饶育 最后达到正德重苦灭的边际 一切苦就将烦恼寂静生死寂灭 你生命就走上这条道路 这是圆满解脱的状态 所以什么是菩萨道 你不用多做什么事情 你光是这样子以涅槃为上手 听闻正法 就可以得到这五种利益 第五个就是涅槃 正德涅槃 重苦即灭 烦恼即尽 对不对 前面 光是听法的时候 就饶育他饶育治 成就所法的因缘 让如来家业不灭 饶育治自己得到正法的 正法药的法药 那些经验 你如果起而修行 就要饶育他 对不对 也对自己能够饶育 最后导向于重苦边际的极灭 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 请问哪一种投资 会有这种效果 真的 所以那些专业出家人 真的我是觉得 真的是值得赞叹 他们会看清楚这件事情 当然他的福报够 也能够放得下那些事件的因缘 还是应该赞叹这件事情 好 这就是 结前面两颗 你以文正法为上 捏盘为上手的动机 去听文正法的话 你会得到刚刚五个礼仪 听文正法就会对别人有好处 饶育他 对自己有好处 然后呢 起之于修行 如果如交而行的话 你对别人有好处 对自己有好处 最后挣得重苦极灭 是吧 你看 要 你觉得这个东西 要不要学 要 生命有的时候会很无聊 会很枯搞 也不晓得往哪里去才是对的 觉得你所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 在你临终的时候非常重要 什么叫做注念 不要管他的情绪 你就继续念 阿弥陀 阿弥陀 净死了 阿弥陀 净死了 阿弥陀死了 你不要买了 不是 注念是帮助 臨终往生者 保持有正念 所以要 给他开示 我们现在怎样 我们现在怎样做 要比较大声 比较大声 保持好像 就跟一个道友 举着共修一样 体贴阿 不是念不自己送的 自己求功德的 不是这样嘛 这叫做注念 帮助 寡生者维持正念 这种状态 各位顺便有个观念 所以这个就是五种胜利 所以思维它的好处 怎么样才能有效果 要做有效果的事情 不要只是把事情 根据你的概念做到 不是这样 好 接下来 今天第三三科的重点 就叫成熟解脱会 因为涅槃就是一个 究竟解脱的状态 可是究竟解脱的状态 需要透过家行 对不对 那家行需要 基于文所成会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取所缘 第二个要修作意 那剩下的事情呢 就是以家行来成就它的功德 所以要以成熟解脱会的十个次第 十个次第 这个在你们的道前基础的教材 就已经入到了 一样 389页的下栏 云河能守解脱会之成熟 在那里 开宗明义他就讲 什么叫做成熟解脱会 成熟解脱会就是让你的二道的智慧成熟 那二道的智慧 匹伯舍纳之跟奢摩他之 就是你能够运作匹伯舍纳的观 操作观 观有分别影像的智慧 以及能够反省自己的 无分别影像的能思维心的奢摩他的智慧 所以能承受解脱会 解脱要靠谁 解脱要靠止观 两个力量 因为只有止观 异于止观 才能够对于境界透过如理思维 推动抉择的智慧 对不对 抉择而能够解脱邪见 向于捏盘完成 道品 完成道品 所以你必须依止于止观恶道的智慧 请注意 我一次学把止观恶道都称为智慧 因为智慧如果没有奢摩他 光只有观不叫智慧 而没有匹婆哲那 有分别思维 如理思维的能力 你光只有奢摩他 那是于对境界无知的境界 那也不叫智慧 所以一定要 恶道圆满才通通都叫做智慧 所以恶道就是止观恶道 要让你的匹婆哲那的心 为先 成熟他的智慧 而这个智慧必须慢慢的依止 不起 不起 障概 巡师的杂念 什麽叫做什麽他圆满 什麽他圆满就是没有障概巡师 不会被恶障 不会被捂盖 不会被八种巡师扰动你的心 你的心有免疫能力 你对这些妄想免疫了 你心就可以正念觉知相续 保持在这个深谋潮的相续心底下 你又能可以起抉择的正观 彼婆哲那之也成熟 所以我一开始 开中名义 止观恶慧能够成熟 这种状态就叫做解脱惧之成熟 你要让止观恶慧成熟 那底下有十个 十个次第 十个次第 我也一样标了 可是我的标啊 因为他的次第呢 兼杂 兼杂止观二道 但是请注意 他以何为先 以官慧的成熟 依止善有为先 不是你不依止善之士 那腿子盘起来就 长时间休息专注定 那个专注定是愚痴的 没有智慧的观察 你们听过上个礼拜的课 哎呀 有些老同学啊 就跟我讲 老师啊 你的上一节课 那真是厉害啊 真是厉害 哎呀 把你这几年 以前我也讲过了 可是把这几年我学我 我自己所学的东西又灌在里面 我以后慢慢学 我是不是近身就死了 今天就死了 不会嘛 以后慢慢学 我讲不会就 就有常见 好 这叫不死寻思 好 你只要有一分学习 就有一分改变 这就是无常嘛 好 这些东西 就OK啦 你会发觉 里面都有痕迹的嘛 但是我不是要卖弄 真的我不是要卖呢 我是跟各位讲 无常的事实 我会进步 我在学习 你们可以进步 你们也更应该要学习 道理是一样 好 所以以 以这个为规意境 以这个为学习的典范 你们自己可以上路 我们来这边的是共修 所以底下 就有这个 所以一定要依止善友 所以依止善友 跟底下的两支 特别跟官惠有关 要跟止 这个心 你要让你身后他的心 能够稳定的相续 要以什么为先 只要根据什么 戒 只要依戒而住 戒就是 身与义的规范 而你要把身与义的规范 安住在戒 必须以谁为先 觉知为先 觉知是属于什么 正念觉知是属于官惠的基础 是不是这样子 你要取一个所缘 然后相续在所缘上 同分所缘 所缩 所缩 各位不妨把这八个字 先记得 以后我们会讲 同分所缘 所缩 所缩 你要取所知事 多架四个字好了 你要取所知事 的同分所缘 然后要塑塑水念 这些东西呢 都叫做官惠 你不依止三知事 你不从文惠为先 你得不到这些知事的 什么他知 每次盘起来 专注一元就可以做得到 可是官惠的成熟 必须要取所知事 同分所缘 塑塑水念 里面都有对象的知事跟方法 你必须要义善有 义善有呢 还要增上在两个动作上 第二个你要有 觉知真实意的欲望 这个叫善法欲 这样的教到底跟实相 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何谓真如 你心中必须要对于 解脱的智慧 没有半点的疑问 你必须要有真实的欲望 因为有真实欲望为先 你要有乐听闻的意乐 对不对 真实欲 就叫做以捏盘为上手 各位著名一下 真实欲 就是以捏盘为上手 把你的心调在 十法转的相须形上 乐文就是文正法圆满 远离那四种邪相应的心 少文喜足的 骄傲 轻蔑 怯弱 散乱 是吗 好 所以你就保持以捏盘为上手的 真实的欲望 绝了的欲望 绝了真实实相的欲望 然后呢 保持这种欲望 以捏盘为上手 安住到哪里 乐文 乐听闻 然后呢 随所交行 的相须形成 基本上这三件事情是一挂的 都跟官会成熟有关系 要让指道成熟 首先必须依止于戒 但是请注意各位在戒 那地方拉一条线出来 我们以后会在柱子梁 那个地方会谈 戒这个字不只有戒这件事情 其实只有什么东西不要做 因为戒这件事情 其实只有什么东西不要做 因为做了会让心散乱 会让二障 五概 八旬师 旺盛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认识这些东西 一你要认识东西 你还是要学习观 所以戒 戒要亲近 需要具备四种因 请在这边各位注明一下 戒要亲近 需要具足四因 哪四因 密乎根本 饮食之量 觉悟于且 正知而住 如果你不曉得字怎么写 左右看一下 前后问一下 你们自己一定会知道 这都是在课文里面会有的 你要让戒 亲近 需要具足四种法型 帮助戒能够持得亲近 第一个 要守护你的六根 你要以正念觉知守护你的义 义 义就会守护你的身跟口 让你的三叶六根门头亲近 然后饮食 三餐的饮食 受用 要亲近 每天的坐席 日三十 夜三十 要亲近 对不对 觉悟于且 觉就是醒来 悟就是睡觉 醒的时候就醒 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上载 对 问题是睡觉也失眠 醒来又昏沉 每天就是两个字 五盖 五盖盖头 对不对 盖的头满满的 你哪有控止观呢 你要控止观呢 盖父你胜道的可能性 所以调好你的作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人说 这个觉悟于一切只教导你醒着的时候 不 他还帮助你好好的睡觉 灰民法师说啊 灰民法师很在意两件事情 第一个刷牙 第二个睡觉 我不是说法师只在乎这两件事情 他的意思是说 现代人的健康啊 有五件事情他要照顾 其中两件事情他非常强调 他很多开示的时候他都会谈到 第一个是刷牙 他在新年经院要求那个常住法师刷牙很仔细的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睡觉 他说啊 我们是念佛人啊 如果念佛人睡觉都睡不好 你往生也很难 因为往生就是睡觉的一种 一种状态嘛 你就不容易让你自己 安稳的睡眠 入到睡眠的状态 修复你的身心 对不对 你要知道睡觉并不是无忌啊 其实这叫做还给你生命 四大一个自己自体修复的机会 你不要用你的大脑去干预它 所以让大脑shut down 不要动 那就睡觉了嘛 对不对 你睡觉还要用大脑干嘛呢 无聊嘛 大脑用多了就是睡觉睡不着 是不是这样子 有没有道理 修行有没有关 往生有没有关 都太有关系了 这些东西都要关照的 所以我认为惠民法师是有这种后德制 很厉害的人 好 所以呢 一定要有这个关键 好 我们复习一下 官到成熟最重要三次以何为先 依三有为先 依止三有正文熏习 如理作义法师法习 这些都要根据依止三有为先嘛 你自己的态度上要怎么样呢 要有绝了真实的意乐 然后以这个涅槃为上手的动机 听闻正法 对不对 乐于听闻 这个是这三件事情 可是中间要夹杂 你不是一直修官 你如果长时间修官 心容易闪动 会有狂慧 因为 这个听过 这个也明白 那五教仪四教仪 你讲得头头是道 十年处怎么修 反正就是官身不尽嘛 怎麽管 去你的 你讲一讲而已 都是概念知识名词而已 好 所以 子 子 子到心的智慧 要依止于戒 戒要清静 要密乎根本 饮食之量 觉悟于切 然后保持正之柱 去守护 防护你的非所缘 让你的二障 五概 巡师的那些十因缘 会让你身心颠倒的因缘 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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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让你的身心慢慢清静自在 好 一日一见 然后呢 对于偶有违犯 请注意 你旁边需要有三种人 经常对你干三件事情 第一个 看到你犯错 听到你犯错 怀疑你犯错 还愿意跟你讲 还愿意跟你讲 或见或闻或疑 举发其罪 你不要 那无 请说明 那您会怎么做 你就学习 不见得他的 建文仪的举罪 都是对的 请他把建文仪的内容 讲清楚 因为我看他是因缘 如果他的因缘 说的是真的 那我犯本来就要改过 不会就要学习 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别人愿意讲 好 别人不愿意讲 好 负罪 你自己还以为对 很麻烦 所以为什么要共修 共修团体的责任 就是互相举罪 不能经常举罪 半月就一次 布萨 布萨就是结局 大家 附送戒律 然后呢 互相讲一下 这半个月 这15天以来 我看到什么 我听到什么 我怀疑你这样做 可能有商量的余地 你知道吗 哎呀 我觉得共修团体 在这个地方很庄严 你如果旁边只有你老公 你想想看 你们这间会有什么对谈 但是如果是莲友 那不一样 如果莲友又学习过 尤其是论 那不一样 因为这些都是同犯恨者 都是一起修行的人 我见闻疑别人而举罪 并不是表示我都对 对不对 而是借由这样的来观 来学习因缘 戒律是学习因缘的增上缘 不是法庭的审判 不是法庭的审判 所以学戒是很欢喜的 你要花多少钱 对不对 学费也要钱啊 对不对 让别人来见闻疑 举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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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钱啊 因为别人要当口业 是不是这样子 或许是错的 你不必怀疑 这不是审判 谁对谁错的问题 而是学习的过程 有这样 有这样 变成一个同犯恨的团体 不管你自己疑 这样是错的 这叫做禅 别人举罪而你疑 这样是错的 应该改 这叫愧 以惭愧来居心 惭就是以自法 以自己的观念 以自己亲近的 生与意义的观念 监察你自己 这叫做自惭 愧他 别人举罪 别人透过或见 或闻 或疑 举罪于你 你就了解他的因缘 有则改之 没有呢 学 复习 所以一直在学习增上的过程当中 这叫堪忍 忍不是咬牙切齿 让你说 等下我说你 这不叫忍嘛 忍就是对于地察罚忍 你对于四地因果的道理 你要忍嘛 是不是这样子 不要以负罪 不要以概父 这个东西的心 然后这样子呢 你就 你就能够让你的指 指的 指道的智慧成熟 他的刺地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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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在一起 第一个是依善友 第二个是什么 依戒 有不对 然后呢 第三个是有真实意 第四个是堪忍 夹着进行 那最后保持在乐听文的状态底下 那底下是供的 底下第六个以后是供的 那从哪里 你可以有这种善根法相 法明清静 就是你的明觉相继 你就保持 你对法义啊 不学而致命 不学而致命 你会有法义明镜的 一种清静性的状态 然后慢慢呢 你就懂得 我们不是要 决定意识之 我们刚刚不是有两种圣洁吗 你就很容易辨别两种 功德跟过失 生死的过患 很容易侦察到 涅槃的 涅槃的功德 很愿意去体会 所以因此你会很警觉 警惕 你所对近的那种受用 所以你会得到 自然而然的身心状态 厌离圣事 你做的有什么好的 不在意 不鞠躬 什么地方有热闹 你也不会感激 你也不会觉得 什么地方没去过 有则去 有则享用 没有这算了 厌离圣事 不会对于 不会对于别人 嘻嘻嘻嘻嘻嘻的事情 很黏涕的 不 心已经不在意 不会黏在那个东西上面 厌离圣事 厌圣就厌离圣事 然后呢 也不愿求三界的热受 不愿乐世间 因为你的境界 都是跟内门相应 达到根本制的解脱状态 再去学习一切的 世间出世间散法 对不对 所以你根本对于世间的业果 完全没有兴趣 不愿乐世间 所以你对世间的戏论 根本一点都没有兴趣 乃至于慢慢免疫 我也讲一下 礼拜五所讲的 我那天礼拜五 看到一位法师Paul的文 他说 有人对一只驴 把他一辈子的烦恼 讲完以后 那个驴就死掉了 那个驴是我们讲 一个人很笨的比喻 就是讲 那个寝室 没什么善根 他居然听人家的烦恼 一听到死掉 虽然你知道我们的烦恼有多毒 是不是这样子 你自己毒不够 还要毒别人 麻烦 所以什么职业最可怜 什么职业自杀率最高 你们知道吗 心理医生 所以我赶快脱离 为什么 不愿乐世间 因为那些话题 没有一件事情 不脱离在世间业果上面的 都在世间业果上面细论 然后被贏得贏 你真的很厌理 你真的很厌理 因为你这么决断 所以你断二 断一分二 就正一分圣道 正圣果 可不可以把它背下来 整个的关键就是 止官二道的成熟嘛 对不对 啊这个官要依什么 依善友 对不对 依善友还要以 诀真实欲为先 乐听闻正法 对不对 止道要以什么为先 以戒为先 然后有借敬世音 顺便背一下 借敬世音是 密乎根门 饮食质量 绝悟于前 政治而助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 帮着你 让三叶 能够活在每天 规律 清净自在的生活相续上 让你的心 一提起如理作意 就可以止官相应 止相应 止相应 就是没有二障 五概 八旬师 就这样 你只要没有这些东西 心就是在止上面 官就是能够清清楚楚的辨识 因果的关系 因此你有抉择的智慧 所以你可以得到法明镜的善根發香 然后自然艳离盛世 不拘于公 不会去追求那些 然后不怨乐世间 不在世间因果上面去追求 断一分二 正一分上 很好背的 我这些都 我这些的现在状态 都不是用背的 当然我可以编这些词出来 到最后这些词也不需要 你们不需要严格照那个 可是一开始背的时候要严格背一下 懂这个意思 如果你们自己可以编的比我更好 Go ahead Go ahead 你自己做 OK的 OK的 這樣OK吧 就是这样 所以听文 以涅槃维上手去乐听文 矫正你四个错误的写解脱的心态 对不对 然后由此让你的止观恶道的智慧成熟 依照次第来讲的话 先找到一个善有为依 正文熏习 如理作义 是为法水法行 这时候要以涅槃维上手为先 听文正法 身心要以戒为先 安住在戒净世音的 至良行上 对不对 然后堪忍 堪忍就是要 不但是要忍 不但是要认知 要学习 还要邀请别人 若见 若闻 若疑 你如果看到我 听到我 或怀疑我什么样地方 可能 可能可以讨论 那欢迎指教 三人行必有我师 同修道友之间 就是办干这个事 干这个事 这叫堪忍 堪忍不是咬牙切齿 反而要积极地去 与同犯恨者一起 以共修为前提 一起共住 共住彼此要有责任 彼此要有责任 然后这样会得到 法明清静的善根 自然就会厌离盛世 不怨乐世间 断一分二 正一分善 你就审查 为什么把这东西背起来 就是要让你审查 你现在的两个状态 第一个 我处在哪里 对不对 我需要排除什么障碍 我需要修集什么样子的质量 我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善根 对不对 你自己就可以诊断你的病 选择你的药 对不对 然后呢 清清楚楚走你的疗程 因为你是一个病人 所以你一定会很谦虚 为什么 归无所得 只是在烦恼见少的过程当中 不以任何盛世的特质为标榜的条件 标榜的条件 所以你的负担 越来越少 对不对 烦恼极尽 九法转 生死必然 虽来对生死的去处无所焦虑 这种清净心是不是自在心啊 欢不欢喜啊 觉不觉得这个才是功德 每天在那边烦恼那些 无来由也无法圆满的事情 既然都认识那是不可能圆满的 你还追求下一个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的前提是在于你 你以念法为上手 你不以这个为先 你明天会更好 你说给谁相信啊 对不对 所以佛法绝对不是迷信的东西 绝对不是迷信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的功课是什么 今天的功课就是把第一次的思维俠满 第二次的安班念的四项功课 回忆一下哪四个 第一个是什么 看看你的正常呼吸的状态 每一次的描述都会看到你的观察越来越仔细 第二个用四项 四个入习出习各有两项 对不对 次第的去观察 然后练习你的腹部呼吸 对吧 然后第三个 一切实处 回到安班念的所缘上保持观察 这种观察就是保持你的决心 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比较难的 那个事情我虽然讲讲而已 但是要拉高一个层次看到什么 看到二取 看到一个能取跟所取 所取的安班事项 能取的无分别影像的心 这个以后慢慢教 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如果你自己做得到你就练习 做不到以后再说 好不好 那各位有一个余韵 厚厚其可以有待学习的东西 先多揪多习 把已经知道的东西要多多练习 那这个礼拜就知道了 文政法圆满 你自己要成就两个团体 哪两个团体 学修的团体 互生的工作团体 对不对 互持别人 自己变成成成员之一 都是组成一个同犯恨者 随你自义不勉强 真的不做任何的勉强 因为你不是一个财团法人 不是一个公司的营运 就你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举手之劳 帮得到别人 这样就可以做 然后呢 请注意 中间是要隔除你的四种心态 哪四种 少闻喜足得 骄傲 因为骄傲所以 对自己呢 缺弱 因此你的生命无力而散乱 对不对 远离这四种 邪解脱的心所 远离这四种 邪解脱的心所 慢慢慢慢的判断 以捏盘为上手去听文政法 得到五种利益 听文的时候 饶益他饶益智 修行的时候饶益他饶益智 最后达到仲乎边际的极灭 对吧 然后呢 进到承受解脱会 承受解脱会就是 止观恶道的承受 观道 承受要依善有 以捏盘的真实欲为先 勒听文一切的政法 止道的承受要依止于戒 然后透过同放恨者 堪忍 对不对 然后让法明清净的善根发相 宴离圣世 不愿乐世间 断一分二 正一分胜 判断你的身心处在这个状态底下吗 有哪些障碍呢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下一颗 修余潔 要对质的对象 修余潔那边呢 总共列了十项所对质 以及所要修学这十种对质的法门 然后最后呢 才可以让你得到世间禅定 跟初世间禅定的道果 对吧 而这一段修音源 跟我们另外一部 三摩地次第的六门教授喜定论 六门教授喜定论 我们第一次曾经有教对不对 还记得总颂是什么吗 三摩地道次的那个四句记 第一个叫求托者积极 余住勤修习 得三圆满以 有依修定人 对不对 还要记得跟四处七处的关系 对不对 你就这样记住 我们也略略讲了求托者 求托者是最后的目标 要解脱两种障碍 烦恼障跟所知障 而所知障是烦恼障解脱以后的 维系习器 维系习器 我稍微再讲一下 为什么所知障是烦恼障解脱之后的习器 因为你如果单纯以解脱烦恼障为主要 你就会很强化你的出离心 出离心强了之后你就变得怎么样 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 包括连活着都没有兴趣 多喘一口气都觉得生死是过患的 了解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念佛念法念生 念界的功德 布施的义乐 天界的果报 对不对 让你的生命呢 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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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缤纷的色彩 但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攀缘的义乐 所以 佛法是中道 这件事情是佛从苦行灵出来 到灵连残河洗澡 然后还接受牧羊女的供养 还备受苦行灵的那些弟子们的耻笑 说你当我们的老师 结果你们堕落 就他是堕落吗 他想 搞了半天他自己审查很维系啊 反正我根本没有根没有断 只是苦其心智 饿其身体 把自己饿到皮包骨 各位看到那个苦行的像吗 搞成那样子还解脱不了 对不对 其他的都在禪定乐当中 以为那样就没事了 佛说就觉得不对啊 Something wrong 这个不是金刚般若的智慧 对不对 所以他就回答 世间的乐事不是错 错在染灼跟直取 是吧 所以错在你的心 怎么怪到境界上去呢 而反而跟境界产生一种对立的态度 这是解脱的方法吗 对不对 他产生这个洞 这个洞见 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跟当时印度的外道很不一样 如果你们到印度去念图灰外道 苦行外道 那个修行的样子 真的不是我们乐于变成那个样子 也不晓得他们那样子清静之后到哪里去 有人守狗戒 佛就问他 就有人问说 那个持狗戒的以后往生去哪里 变狗啊 你修狗戒的那个三叶啊 最后当然三叶相应就到那道去受生了 了解吗 那都是来自于对于戒律或因果错误的见解来的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列下 三不第所言 我们不是求托者积极 积极是判断你的乐听文的四种效果 对不对 那个今天不复习 于助勤修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助就是助二道指观 助不是在一个地方不动 是在一个地方活动 你必须把自己的生命从这里 从往后的往后的修行 当你了解到这里 我们不给各位太多知识了 往后你就必须要增加去修资良的加行 而修资良的加行总共有几个课题 这边就先标列一下 于助 助就是二道指观 当你要成熟二道指观的智慧 你必须精勤的修习 底下几件事情 第一个 你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取所缘 所缘有几种 一切实断论 总共有十二类 十二类并不是只有十二个 十二个总类 所缘 第二个 要认识到心的体性 认识到心的体性跟形象 肢体 肢体 第三个 认识到三末地的差别 总共有九项差别 我们叫九柱心 九柱心呢 归纳成四种座义 六种座义 四种跟六种座义 有分色的不同 所以病座义 座义就是 色九柱心差别的 座义的善巧 有四种归纳 有六种归纳 好 再来 要去诊断你心乱 心乱 有五类的状态 这五类都是要对峙的 有一个可以保存的 这个我们要明白 然后呢 要让那个障概循施 不再发生 你必须要住之良 住之良就是我刚才讲的 以戒亲近为先 然后要具足四种法型 哪四种 庇护跟门 饮食之量 觉悟于且 正之而住 就是住这个之良 所以这里呢 所缘跟住之良 是重点 九柱心当然也是重点 九柱心设在 设在座义上面 最后呢 修三界的定 以及初世间的道果 所以修定 修定就是世间禅定 修出离果 就是世杀门果 解脱的道果 这些呢 都是余住勤修席的课题 而余中呢 大概余切是论 从僧文帝里面 大概就是从卷二十六 到卷三十一 整个这一段 全部是余住勤修行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总复习这一段 总复习这一段 而其中呢 我归纳成四句 各位记下来 九种柱心 四慧行 九柱心 四慧行 四慧行 是匹婆扎那道 要依止于九柱心 隱心得到等十柱 然後去修学有分别影像的四种慧行 四种匹婆扎那行 而这个呢 必须要怎么去成就呢 要以六品寻师 设在七座义里面 所以六品寻师七座义 就是底下我要谈 我把这一些 杂柔成四颗 四颗 六品寻师七座义 要成就什么 九种柱心四慧行 这是让各位被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范畴就是这些 这样OK吗 好 慢慢慢慢 但是 不要以为我都在讲这些学科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是学科 这些东西都是素科的东西 都是要随教 都要你们做到的东西 而今天呢 就是要你们 在藏传佛教呢 就是要 你们在讲 听经文法之前要改变动机 藏传的一些上师们说 我们要改变动机 就是要把动机 从生死的过患改变成 捏板功德 与捏板上手的义乐 去听文正法 今天你们要 学会的事情就是这个 调整你的动机 义乐 怎么调你自己想办法 调整的方法 不外乎思维什么 思维你生命当中烦恼的过世 过患 对不对 所以呢 听文正法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个忏悔的过程 明明白白的觉察 什么是过失 认识什么是功德 过失愿远离 功德愿正德 这就是忏悔的状况 以惭愧来助心 守护你的心 不像于 不像于生死流转 慢慢以捏板为上手 去听文正法 然后呢 让你的恶道智慧 渐渐成熟 那他的赤地呢 你完全用射诵背得很熟 这样OK吗 有勉强各位吗 敢说我勉强你 其实真的功课很 还不算重啦 其实没 但是你如果欠我功课 一直不断的堆 拖延下来 那以后就多啦 多到后来 阿贵去买 学习结束就结束了 就会有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就在这里 那这个修所成立的文 比我讲解的可能还更详细 那我的心得就如上报告给各位听 那对照到原文 你们可以依照道前基础的这个课 好 我们今天大概就到此为止啦 有没有问题 来 老師您刚刚是说那个 九星柱是定于坐椅 那最后那个修订 是不是也是九星柱那边吗 没有 差别是九星柱 坐椅是设九星柱的坐椅方法 有四坐椅有六坐椅 那 最后是修世间禅定 跟修初世间道果 修定是指三 三界 三界的禅定 跟初世间的道果 这样 ok吗 还有问题吗 千万不要欠我功课 其实是欠你们自己 每次每次跟上来照表操课其实不多 操的好坏在个人 那不是比较的 那不是比较的关键因素 因为你越操作有困难有问题 你就越可以知道在什么地方发问 那反正我们有十二次在一月前的课程 都在交代这些 把申文帝整个总刮起来的法药 我们差不多已经把目录给到各位了 接下来就是一项一项 把螺丝锁紧 然后多修多息 多多休息 让你们欢喜在这种修行加行的过程 欢喜这件事情 ok吗 好 今天我们就到此了 好 大众请合掌 随我恭念三称米勒佛圣号 及归一回向文 南无当来下身米勒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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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学修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受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克萨 摩克波尔波罗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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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